Liuang 女王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俗文 很多朋友其實很喜歡吃那種叫做 香香 酥酥 脆脆 這樣的口感的美食 不過呢 你知道嗎 如果飲食當中真的是不能太煎炸 不可以煎太多 炸太多 烤太多 或者太油 因為這樣子的話吃起來就不會健康 而且會造成身體的負擔 我們看一下如果你的高溫烹調 超過這個比較高溫100度以上 這樣子其實很容易產生一些致癌物質 所以料理上如果說我喜歡吃這樣口感 其實要小心 尤其如果這個料理當中又有大量的油脂 它可能因為會滴在這一些你用的器具上面 又產生另外一些化學毒氣 所以光一個煎煮炒炸烤都很有學問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怎麼可以滿足這一些喜歡的口感 同時可以吃得很安全又很健康 首先我們來歡迎今天邀請到的好朋友 歡迎第一位就是我們的聰明媽媽秀琴 哈囉 大家好 是秀琴 以及我們的農業達人吳瑞莊吳老師 各位大家好 咱們好 以及我們的金牌主廚郭泰王主廚 你好 我是郭泰王 今天大家都是重量級的 是怎樣呢 那個重量級是說其實都很有經驗 好 所以剛剛講到說我們先吳老師好了 因為你是要怎麼樣全部吃的跟用的 你都要一起來幫大家 因為台灣是一個蘇果王國 是 食材很棒 所以煮得也很重要 不然就浪費這個食材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用蒸的 因為蒸健康 對 所以蒸的話要減少用油量嘛 然後藉由蒸氣可以傳達酥的美味 但是呢 蒸也有缺點 就是沒有香氣 就是掃那個叫酥酥脆脆 起味啦 對 秀琴媽媽說特別要來說 他就要吃酥酥脆脆 不過你以前那塊是什麼 你的酥酥脆脆 沒有 就是前陣子中秋節烤肉 你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那個還有 哇塞 你用這個 烤肉 然後大家就懶惰 就沒辦法再洗了 對 烤也就算了 可是旁邊那一塊像黑黑的那一個 你那個烤麵包機烤的吧 怎麼會烤成這樣 對 那這個就是你知道嗎 那一塊來拿起來給大家看 你看這塊 你還敢吃嗎 真的 我老公我女兒還真的就把它吃掉了 因為這真的 就是這樣烤起來真的有酥酥脆脆的感覺 很香的啦 對 那個叫特別的焦香 沒有錯 好 來 我們的金牌主廚 郭主廚 有一點驚恐 酥酥脆脆 都是我們傳統的記憶裡面的一種味道 是 為什麼以前媽媽的煎魚 一定要煎到焦焦 對啊 焦焦啦 真的好吃 所以這個酥酥脆脆 我們把它合理化了 對 酥酥脆脆好像是對的 但是現在健康的理念裡面 酥酥脆脆其實對人體的傷害很大 對 因為我之前看過報道說 很多媽媽她也沒有抽煙 她也沒有去高危險的地方 可是那個肺啊 容易什麼 生病 因為我們要煮 油煙啊 對 油煙 就是你要做酥酥脆脆 是不是要很大量的油 大火 大煙 然後很多鍋子已經髒掉之後 像這個鍋子一樣 你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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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鍋子有毒 煙也給它吸進去 是這個意思嗎 對 因為很多油 它碰到火 也會產生一些有害物質 喔 好講究喔 不要太高溫可控制食物 好 接下來就請兩位型男 來教給我們有健康概念的美味料理 對 沒問題 其實這個鍋子 我當然試用一下 欸 還不錯用 所以吳老師你要教給大家 這道料理是什麼 早午餐 早午餐 一鍋搞定早午餐 而且你看喔 刷油是為了證明說你看 它沒有什麼 起油煙 100多度油煙沒有起來 代表它什麼 受熱均勻 很重 以前鍋子 旁邊有煙 什麼 受熱不均勻 對 我現在都還沒看到煙耶 對喔 好 我們吐司先下去 先細一下蛋液好不好 感覺像法式吐司一樣 那我們就先第一個 這是假白 對啊 你看我油加很少對不對 對 那我跟食物 我跟食材借油下去 然後現在滑一下 因為我喜歡有什麼 烙痕的感覺 烙痕 烙痕 對 高級稱有烙痕 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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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市都有 好 那我們現在喬一個位置好不好 饅頭在前面好不好 因為饅頭比較容易看到 好 所以中西市都有 所以我們一般這個是不是 我會電鍋嗎 對啊 饅頭 我有做過早餐的經驗啊 饅頭是要蒸電鍋吧 對啊 麵包不是要用烤麵包機啊 烤香 就是你那個烤得 烤青馬黑的那個 是那個啊 然後烤過 那個一個不注意就變這樣 真的 好 我們下去了 通常要下去 吳老師不能漏氣喔 你真的全部給它塞在一鍋裡面 對 一鍋搞 一鍋搞定 又要來烤麵包 然後我們就等它 最後我們把加點水蓋起來 再蒸饅頭就可以 等一下 加一點水現在不是要煎嗎 對 煎烤煎烤 先煎再蒸 這很重要喔 先煎再蒸 對 因為我們講 這是什麼聰明的邏輯 煎的美味 蒸的健康 這是一種概念 有學問喔 所以現在 我現在 你現在先煎烤 對 然後你要怎麼蒸它 好 我們加點水 我看差不多應該蛋可以翻面了 好 差不多 真的耶 有繞痕耶 有繞痕 是不是 好 漂亮喔 那我開始加點水下去 我蒸饅頭 水加一點下去就可以了 水要加在哪邊啊 旁邊它有溝槽 它鹽的溝槽對不對 鹽的溝槽 這叫護成盒 我們健康的護成盒 你看 是不是有醃起來了 對不對 是很均勻對不對 它這樣子不會讓水 醃製到饅頭不會暖暖 以前我們蒸的薄子 是不是 水本的薄子會暖去 對 還是水是在旁邊 對 我們這個 所以你看喔 護成盒產生蒸氣之後 再蓋起來 哇 完美 好厲害喔 而且這鍋子還相當輕巧 而且剛剛吳老師說護成盒 我們側面看可能比較清楚 它其實中間那個繞痕 那個比較高你知道嗎 對 所以稍微洗衣板耶 對 但它把多餘的油脂 它把多餘的油脂 立在旁邊去 然後吐起來的地方呢 它可以收肉均勻之外 食物頂起來 對 頂起來之後 讓食物更加美味 這個很重要 來 那緊接著 就要請我們的 金牌主廚 郭主廚 來展手藝囉 我們來上手吧 好 那其實我們在家裡面最常 其實現在烤肉 已經不是山上朋友的權利了 真的 現在平地人或公園 常常有生意在烤肉 但是我們常常說 烤肉有一個不好啦 就是你會吸收到很多不好的那種 木炭煙 對 或者是懸浮力因子 這些都是我們不要的 那烤肉呢 其實我們只是要 只是要買新鮮的食材 然後選對工具就好了 好 那像我們現在把它 放在我們的這個鍋子裡面 很簡單 牛肉 雞肉 羊肉都好 好高檔喔 真的 但是它好吃 還有一個撇步 我們在餐廳裡面 肯定是一定要放點 木瓜精 酵素 或者是那種 你的 人肉精 對 對 就是把它軟化 那其實我們在 外面烤肉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加一點這個 加鹽曲 這鹽曲很讚耶 這也算我照顧的原味 鹽曲它有一點讓我們 肉質軟化的這個功能 而且最主要 我們現在肉生煎之後 要再撒點鹽 一次幫你做兩件事情 所以它現在同時達到軟化肉質 又取代鹽巴 對 但是又不會失鹽喔 不會失鹽喔 這我甚至說 它鹽曲這個鹹分 不會像什麼海鹽 玫瑰鹽 其實它的香味 跟它的這個鹹味 都勝過這兩 我剛才說那裡 真的 那像剛才余 老師說的 一下子溫度就上升了 對 那雖然我們出去外面烤肉 你光是要燒木炭 不會請你 你要噴個五分鐘 沒有錯 而且重點是說 溫度很高 剛剛大概一百多度 它沒有一煙 沒有煙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對 媽媽就知道嘛 煙越大 代表我們遇到一些 廢氣越多 對 你看一下鍋內 有沒有聽到這種 滋滋的聲音 這聲音聽了就很過癮 對 那因為像我們在飯店裡面 這一片在買的話 比如說一千塊 但是如果 你一把它加上繞紋之後 就會變成三千塊 這就是高級餐廳 什麼 因為這個是技術 對啊 看起來就很高檔對不對 對 通常家裡面不會有那一種 所謂的繞板 對 那其實像這個烤盤出現之後 你就可以 把一千塊 變成三千塊 這就比振興更好用 真的是深等耶 好 我先打擦一下 我的吐司要先起來了 好 我們看一下 吳老師這一鍋 健康早午餐 哇 哇 蒸饅頭 烤麵包 感覺已經都好了耶 對 還有這個煎烤雞排 都完成 看一下 喔 哇 欸 吳老師 你那個吐司呢 除了有那個焦香的感覺 對 怎麼感覺 還有一種軟嫩感 而且呢 最主要是有焦香 對 最主要沒有燥它的味 這個閉著了 閉著了 你看 你看 天狼之別 對 它有焦香 應該有焦香才有美味 對 要特殊風味 但是你看 沒有燥那個 然後呢 我們這個 這個拿起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雞排 我要翻面了 翻面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怎麼叫傳說中的 你看有沒有 漂亮 而且還有那個juicy 對 你看喔 外酥內嫩就是什麼 外面用煎的 用烤的 裡面用蒸的 對 所以它把那個什麼 食材的水分 跟那個細菇 鎖在裡面 所以食材都會沾水喔 它變成脆皮烤雞 對 厲害有沒有 而且還看到這個雞肉 好像有點湯汁要流出來 對 對 哇 太厲害了 我再放下去 你看 是不是很讚的感覺 我喜歡這種聲音 好棒喔 然後那個 你看 香腸沒有臭的 對 因為它的受熱面積少 但是均勻 所以它不會產生什麼 臭的 對 然後你看饅頭在蒸了 你看喔 有耶 真的是 同時是煎煮蒸烤 好 那我們再蒸一下 一個鍋可以搞定 對 再加點水你看喔 所以打開了我們了 對 再加點水就好了 我就煎煮蒸烤一口鍋 我也要換鍋 對 太聰明了 而且我們不用在那邊洗來洗去 來 現在 吳老師的早餐很棒 差不多了 看一下煮出那一鍋 現在進度如何啊 來 大家眼睛把它張開喔 眼睛張開 看一下什麼叫做三千塊 哇 三千塊來了 真的 五星級 就像我們看到那個雞排一樣 這上面的表皮也是酥的 對 也是對的 因為烤牛排就是火要強 瞬間把外面肉熟化之後 裡面的湯汁才留在裡面 躲住 對 那什麼叫做汁 就是現在你們兩位 新男做的東西 真的是看起來 讓人家覺得食指大動 對 現在是還把什麼東西塞進去 香魚 滿能塞的耶 對 對 好 那現在牛肉 我們煎得差不多三成熟 四成熟 我們煮裡面差不多三成熟 這個時候我還是要加點水 都要加點水 正營焦對了 對 用蒸的方式來取代 直接用火 直接明煮的時間 也會更快 好 所以重點來了 現在要進入蒸煮的進度了 對不對 而且水是加在哪裡 大家有學會嗎 一樣溝槽 溝槽 所以食材都不會去黏到水 只是要有那個水氣去讓它熟 好 來我們先進段廣告 你看一下主廚那個馬上升等 讓一個一般的牛排升等成兩三塊的牛排 落狠 更多精采美味廣告後馬上回來 主廚請開鍋 掌聲加尖叫聲 太厲害了 太豐盛了吧 真的 你看 這蝦子 漂亮 而且這牛肉 剛才最主要有沒有 我加了一點水 一點水呢 這牛肉呢 有了焦香的 有了我們記憶的味道了 但是呢 它肉質的軟嫩度都還在 對 也是在滴汁 對 好棒 太頂級了 果然是兩三千塊的等級 然後吳老師這一鍋也完成了 來 1 2 3 打開 好 尖叫聲 好 我把火關掉下 吳老師 有一點弱掉耶 因為它那鍋那麼澎湃 不過呢 你這一鍋呢 我要考驗的就是 你到底那個雞肉有沒有真的是Juicy 還有你那個饅頭到底有沒有呢 完成喔 真的可以蒸饅頭 我先把這雞肉你看一下 有漂亮嗎 對 是不是 金黃色的 然後這邊你看 我跟那個雞的那個什麼 食物介意喔 你看 是不是很精華 油亮的 對 那我先拿出來 你看 還會跑耶 你看 好新鮮喔 那饅頭先拿 饅頭讓它再蒸一下 再蒸一下 所以還用那個水 其實就是水的部分 現在進行再把它蒸一下 對 再蒸熟一點 可能大家會買那種冷凍的 切給大家看一下 雞要切給大家看 這個雞肉你看 外面是那皮是酥嫩的 是不是 外酥內嫩 好 很幸福 肉質過然很Juicy喔 那個肉 我可以 超嫩的 我可以感覺它的嫩度在裡面 對 因為我們是用蒸氣 剛剛主角說 你有蓋過嗎 我說有啊 有蓋過它就熟了 就是先煎 煎烤過 讓它表皮有點上色 酥酥脆脆的出來 可是我後面是加水 把它蒸煮熟的 對 蒸熟喔 然後這時候呢 好健康 我拿出我們那個 山上朋友的什麼 好法寶 加上什麼 馬告 怎麼是原住民朋友的好法寶 什麼 馬告 對 加馬告 馬告 馬告是我們 師父 師父強生的 男性強壯一定要吃的嗎 對 我跟你講 早餐很重要 好不好 所以早餐還給它撒上馬告 對 可是馬告的氣味吃起來是怎樣 我跟你講 就是它有一點點那種很清新的味道 清新喔 對 勇士的感覺 然後我們鹽巴 用那個什麼 用黃金級的那個玫瑰黑鹽 哇 這是好高檔喔 印度女王在吃的 印度國王在吃的 印度國王在吃的 印度國王 對 還加原住民勇士 對 滿滿的精氣神 你們請兩位女王吃吃看好不好 好 吃看看 好 我要吃 是不是不一樣 會跑耶 這隻雞還活著 我第一次吃馬告耶 它有點檸檬的香味 我覺得很 它其實它比花椒更好 我們台灣的東西真的是 一方水洋一方人 台灣真是一個寶島 它就連那個一樣不一樣 類似的東西 因為是不一樣的一個文化 對 好 我的饅頭也好 饅頭也好 哇 看一下 可以蒸到熟了 你看 為什麼要用刀子吹呢 因為太熱了 太熱了 很熱的你看 熟了熟了 它整個饅頭像 剛剛那個很多那個 攝影師告訴我 這這麼 這麼這樣是真的熟嗎 剛剛我們那個 真的 真熟了 真熟了 現場的我們的導播大哥 還在講說 那個叫做 看得讓他心癢癢的 對 為什麼心癢癢 是因為他都有在野餐 對 他說 這樣處理 秀琴媽媽 你拿你那一個 野餐以前他都用這個 來 你拿去旁邊筆 以前野餐 你那一個拿過去 不是那一個 好往 他們去外面野那種餐 都是毒氣 現在這樣子 而且這個洗又很難洗 還要刷刷刷 聰明的 比較聰明的也要用那個 對啦 你都好不好洗 老師這個 對 我就要問這個 每次我們女生要去洗 真的很麻煩 我直接洗給你看 你要怎麼洗 這樣如果生氣 怎麼女生洗 要男生洗 不是啊 對 了解 我老公到最後都把它丟掉 對 要男生洗 對 水加一點點 好不好洗 對 用它的余熱是不是 余熱對不對 你看我們擦一下 用擦的就好 這用擦的 你看 哇 以前那種 這種傳統的那種 炭烤的烤爐 真的是鍋碗不要噴 太湯了 湯壞壞 好 來 主廚的是這個是什麼 來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 墨西哥口味的 做一個泡菜 泡菜墨西哥捲餅 好 那這邊呢 還可以做泡菜捲餅 泡菜 把它放到這個墨西哥餅上面來 所以捲餅它也是用煎烤的概念 對 用煎烤概念 好 那加一點雞肉 或者是你喜歡吃一點海鮮 都沒有關係 都可以把它放手放進來 按照自己喜歡的 好 這邊加一點馬鈴薯絲 還有蔥 就增加它的口感 是 好 喜歡辣的呢 你可以再加一點辣 不喜歡的呢 你可以那個就不加 因為泡菜本身有點辣辣的 好 這個 墨西哥 是烤肉甜醬 我看了肚子餓了 我明明剛才吃半顆饅頭了 你知道嗎 可以看約二這一集 這些都把它加好之後 其實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有80分的標準 千萬不要去就60分 因為你有薑油 薑 你還可以生薑來切 也不會有對味 這薑油它有本身的香氣 把它滴一點上來 哇 吳老師 所以呢 這個叫黃金薑油 它不是一般的薑油 黃金是什麼黃金 黃金就是薑黃 你看一下 薑黃喔 這是外面 這是我們的薑黃原料對不對 我們下去 它是黃色的 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都會吃薑黃 泡豆奶 它就跟我們湯匙顏色是一樣的 你看 它是有點黃色對不對 我們比它黃色更黃 為什麼 我們的薑黃素比它更多 而且是嗎 因為我跟你講一定要在油裡面 你的薑黃素才能夠完全吸收 如果說你回去這樣子喝 不好意思 你吃不到營養 就跟湯匙一樣 就看有一點浪費 你講到重點耶 對 尤其喜歡吃咖哩飯的朋友有福了 對 真的這個 其實用咖哩最重要還是薑黃嘛 但是就像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實驗 薑黃它只可以看到它的香味 對 但是如果真正的澀入味 對 應該還是要薑 所以簡單講薑黃是一種脂溶性 對不對 要配著食物 要配著食物一起吃 有油脂才能吸收 沒錯 不然的話等於是白白人被掉了 大家 又長姿勢了 是 所以這個黃金薑油 薑薑好 裡面有哪些寶貝啊 它有台東的有機老薑 還有小林村的自然農法的薑黃 它最主要是它的油脂還是苦茶油 跟植物油 一點調味就是我們的醬油 所以這是我們在地的好食材 太棒了 非常重要 對 好 那我跟妳講 順便講 我的鍋子已經洗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講話過程 你就鍋子洗好了 我擦一擦去就好了 這樣溫度 已經好很久了 好很久了 剛剛那個我們鍋主廚說 這個鍋子就是那麼 蓄熱好 你看現在還有70度左右 也隔太久 還有70度 這樣代表什麼 深溫快 蓄熱好 因為它鍋底厚實 所以它會散熱慢 對 所以你在煮東西的可能 你還沒有熟之前 你就可以先關頭 對 到後面的微熱它還在熟 對 它這個有一個夾子 就像我們夾旁邊這個 比較不會燙 比較燙 然後你看一下 我擦完之後呢 清潔溜溜 你看一下 哇 太棒了 好清潔 蓄熱好 所以你知道 那個食物也比較不會冷 重點就是說 它旁邊 它旁邊也是好擦拭 因為旁邊好擦拭代表什麼 才不會又把那個燒 火燒鍋子的毒氣又燒出來 對 為什麼我很喜歡這種形式 因為它是日本設計 對 韓國製造 所以它有什麼 韓國人喜歡這種 你看 很不凍不凍的感覺 就是很時尚感 對 可是它有日本工藝的細膩 所以它整個細節 你看 經過一叉 它就是很細膩的一個工藝 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發現 吳老師跟我們鍋主廚 拿的這個器具 人家就要喊你歐巴 對 就很有韓心的感覺 在這裡強烈呼籲 下次洗鍋子 一樣要像老師這樣洗 它完全不會缺水了 很優雅 真的 好 來 那我們主廚的墨西哥 這個餅捲是不是也完成了 我們要下鍋了 來 那當然我們的鍋具 像這個方形的 我們放四片下去 你看 綽綽有餘 一人半片 八個人可以吃 那如果用這個 可能一次只能吃兩個人 來來來 你看我們家裡面的小鍋子 就是變成這樣 真的真的 對 也不能同碟 對 所以就是說 翻鍋比較下鍋 對 容量大 好 那主廚我想請教一下 你現在這個是要煎烤嗎 要煎烤加蒸 一點點水 水 等一下這個墨西哥餅皮 會有點像剛做出來的 這種粗魯的麵包一樣 很軟嫩 裡面的汁也會更濃郁更香 老師流口水 我聽你這樣子講 我覺得好像也可以拿來做披薩 也可以 做蛋糕 對 或者是焗烤 也可以 它整個可以進烤箱 對 因為它可以直接進烤箱 也可以進烤箱 對 既然你保溫好 然後重點是不順 我拿那個煮鐵鍋 我拿不到你知道嗎 對 煮鐵鍋超重 很重 那再來就是說 它這樣一個 一個智能的一個360度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科技 其實它就是一種 微壓力的概念 它是用水蒸式的噴嫩 可以讓食物保持一個暖嫩的口感 又保持原汁原味 最主要什麼 兼具煎食物的什麼 香脆 口感 又有蒸的什麼 嫩度跟健康 全面受熱 剛才說煎完 結果它還會沾水 就是因為旁邊水 你看它是在溝槽 就在旁邊 所以你的食物是不會沾到水 對 還原食物的保原度 它不會因為受熱 把水分抽離 它是還原 而且我覺得在這 就是第一個它這種卡絲爐可以用 它有插電磁爐也可以用 對 然後最主要是它本身也可以用什麼 烤箱也可以使用 烤箱也可以 全方面使用的 對 所以我們來看你一下 剛剛講說可以取代電鍋 卡絲爐 對不對 還有卡絲爐 它可以用卡絲爐也可以 它可以插電 用電磁爐 它也可以用木炭生物也可以 你這什麼都沒有 用木炭也可以 然後 一鍋底 你可以用什麼 用所謂烤箱也可以 所以它是不挑爐具 不挑火源 真的 只要有 你方便的地方 怎麼用就可以怎麼用了 好 所以真的是 這樣一個鍋子大比拼 它一個人就PK掉 包括平底鍋 電鍋 烤網 其實就是用一個這樣子 吳老師 對 一鍋就可以多用 多用 多用 對我們來講真的是 而且這不管是在室內 或者是我們去露營 戶外都可以 戶外都很好用 而且它又輕巧 對 而且這鍋子還會那個蓋子 還可以直立式 對 它不佔空間 你不會覺得說 因為烤箱的時候 夾沒有 路要夾就夾沒有 對啊 放旁邊要用的時候 蓋起來就可以了 太棒了 對 主廚 現在你鍋內這個 墨西哥烤餅狀況如何 看我的笑容 看你一直在翻 這麼燦爛 你看 哇 繞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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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繞痕 真的 真的 對 到劍板都可以有繞痕 對 而且 太厲害了 而且 這個皮現在是酥脆的 趕快加水 麵粉碰水是糊 但是我們的水分蒸發之後 軟化它先 但是硬化它 對 真的棒了 煎烤蒸煮一鍋搞定 既吃的健康美味 又可以呢 掌握到全家人的健康安全 好 那如果呢 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們節目上 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也歡迎上我們 女王當家的FB粉絲團 做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今天謝謝來賓的分享 謝謝 女王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Tracy小姐 淑文 這個料理 要簡單快速 要兼顧健康營養美味 到底要怎麼兼顧呢 其實除了鍋具廚具很重要以外呢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調味品 也非常非常重要喔 好我們今天呢 身旁的朋友們 我們就要來丁工夫 跟大家分享 你們的小撇步是什麼啊 對 基本上就是說 淨可用天然的食材 用比較自然的工法 去做一個調味品 你是意思說 不要吃過度的 然後吃圓形食物 對 尤其像我們打開 比如說標示的話 淨可不要看那些化學符號的 越簡單越好 你說調味品上面喔 對 沒錯 調味品不要有什麼化學符號 對 有時候買那個調味品 我丙同ABCD 看有 看有 看沒有喔 我都看越怕 對啊 一邊看一邊還流汗耶 真的 那像秀琴媽媽 你常常也是 有你主持嘛 對喔 你都閉著眼睛買 還是睜開眼睛買 當然要睜大眼睛啊 對 像我平常的話 也是要維持身材吧 對 待會兒會教大家 怎麼樣去做一些 我平常會吃的東西 好好好 那當然啦 那一開始啦 我們就是先來請教主廚啦 所以如果說料理上啊 我們要簡單快速 然後從鍋具啊 到料理的調味品 你自己個人 你有沒有什麼經驗談 來跟我們分享 其實我們從挑選來講 就是說你要用料很安心 吃料理就一定很開心 這個很重要啦 不過大家都說 我們三餐當中 就是最重要 就是每天都要吃到飯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主廚的第一道料理 要給大家這個叫什麼 什麼田園飯 田園薑汁芥菜飯 什麼 因為現在掛菜也正當時 田園薑汁掛菜飯 芥菜的掛菜 對 掛菜 用煮飯啊 這個等一下用這個來煮 你用這個 這個要煮飯 對啊 也不用生活用筒子 都不用 主廚你今天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真的 你剛才說挑選嘛 所以我在挑選 這些工具的時候呢 我就會讓他可以做一鍋 幾用的這種鍋子來選擇 好 那我們現在做這個飯怎麼做呢 來 我覺得有一點鑄鐵鍋的概念 加一點醬油 黃金醬油概念 現在尤其這個健康趨勢 非常的透明 大家都知道薑黃這類的食材很棒 那用薑油來做飯呢 有一個好處就是 待會兒這個飯裡面 它本身的顏色會漂亮之外 變成金黃色 對 而且它的香氣呢 會比你用什麼薑薄生薑來用呢 還要好 這個吳老師 我們也請吳老師 幫我們把薑油挖一次給大家看 好 什麼叫做取代薑薄薑 什麼老薑 看 挖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裡面薑油裡面 那是什麼 滿滿的什麼知道嗎 老薑的膳食纖維 所以也不用去買薑 也不用切薑 然後重點就是說 你看 這黃色的部分是什麼 是什麼 薑黃 薑黃 因為薑黃一定要配合油脂 你在吸收營養 像從日本 台灣 韓國 都流行什麼 薑黃養生法 對 但是很多人是買薑黃粉 那是不是很正確的 薑黃粉一定要搭配油脂 所以我們已經幫你調好了 建議飯 如果你單純喝薑黃水的話 你就是飯後吃 因為它要搭配油脂才能吸收 可是主料理 如果我料理當中有薑黃 因為本身就有油脂 所以就順便吸收了 對 這很重要 尤其有些食材 你也需要經過一些方法 甚至加熱 來取得它應該有的營養 像番茄一樣 你如果真的這樣啃 它是營養 潛紅素一定要加熱才會有營養 對 所以薑黃也是一樣 薑啦 我們平常在中在切薑黃 你是老薑喔 你再切就不好切 因為纖維很粗 對 你不好切 所以你不好切 你就變得很粗 很粗你吃的金粉沒有消化 對 沒有去燒 對 我覺得主廚說得很有道理 我聽他講話 我都很想笑你知道嗎 因為很親切 他說薑黃自己切 你要吃老薑 它就很粗 不過我們薑黃裡面那個也是滿滿的老薑耶 如果啦 你如果說吃素的你不要豬肉啦 不要蒜頭 你只要這些薑油 去煮這些飯 這些菜脯啦 炒菇啦 這些菇類的 不要加肉 不要加蟹 對 就變素的了 因為它裡面的這個油脂很香 我們先不說它的顏色啦 就是它的香味 其實我在家裡面吃過一次是什麼呢 抹麵包 你拿薑黃來抹麵包 很多外國人吃土司麵包 有 沾桿藍油 對 有 為什麼我們東方人不能吃薑油 可以 這是聰明的金牌主廚 沒看我們來何感 東方人要吃黃金薑油 下次主廚來 我們再來教大家這一招 太厲害了 好 現在黃金薑油這樣炒一炒 有夠香的 香氣都沖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的 現在放的是 菜脯放下去 接下來這個米我們洗一洗之後 就把它倒進來 生米要煮成熟飯了 對 所以要先炒 然後再接著來炒白米 所以白米就是要泡嗎 曬過後 洗過 但是你泡過的米在煮會比較好吃 對 泡多久啊 你如果時間來不及洗一洗OK 我要泡多久啊 如果通常要泡10分鐘 10分鐘就可以 很快啊 水飯也是1比1就好 所以就幾杯米就給它幾杯水 對 這樣就好了 對 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1比1的水 然後火把它開著沒關係 等它 鍋邊這邊等一下會冒出水蒸氣 那其實呢 我們要判斷它怎麼有沒有熟呢 我們等它煮滾了之後 關小火煮12分鐘 肯定熟 煮滾了關小火 所以要怎麼看有沒有滾 現在不是不能開蓋子嗎 滾等一下會有水蒸氣 水蒸氣出來 對 水蒸氣出來的時候 代表裡面充滿這種熱氣壓 對 那熱氣壓往外睡的時候代表它裡面的充 保力夠了 所以我們關小火 讓它維持這樣子 好 用它本身的微壓力去完成它 噴嫩就可以 我們現在時間上 時間上就是10分鐘左右 對 好 就請吳老師來幫我 對 這個 我平常在家裡也會做的 拌菜跟拌麵 也是用黃金醬油對不對 黃金醬油 那你看喔 湯匙下去 所以青菜水煮之後 撈起來就可以拌了 沒錯 像有時候我工作繁忙的時候 對 或者是來不及煮晚餐的時候 我就這樣 撈個 就是你看一下你的量 對 就是 這樣拌就可以了 對 稍微這樣子拌來拌去 然後 再來呢 再來用我們的 明朗菜的開來 還有什麼叫明朗菜的開來 還有什麼秘密武器 就除了我們的薑油之外 我們還可以加一些 我們自己喜歡的一些調味料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剛剛有說這個 我今天第一次吃到的 叫馬膏 馬膏 馬膏要怎麼唸 你們都怎麼唸 好 加進去 一樣叫馬膏 它其實叫山胡椒 山胡椒 學名叫山胡椒 就是把我們馬膏下去之後 對 明朗菜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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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朗把槍撞起來 對 難怪說那個 老公回來吃一下那個感覺 我們原住民勇士要出去打仗 對 出去打飯的時候 都要吃點馬膏 上班工作的時候 上班工作很重要 吃馬膏 好厲害 那我喝湯也可以撒一點嗎 對 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弄 我再多加一湯匙的黃醬油 我覺得今天需要特殊體力 你看 湯匙是黃色的 這就是按照個人的 就是看你真的亮 對 對 所以主廚要教我們的是用什麼 來 我們用鹽曲來拌小黃瓜 對 不是鹽巴 鹽巴 通常我們在家裡面 媽媽可能是都是 這樣切碎的 鹽巴 鹽巴 然後醋 鹽巴之後就會脫水 對 那脫水也是我們要的原因 因為有鹹份嘛 對 但是你脫完水之後 它粿子是鹹鹹的 因為你如果看到 這個黃瓜皮 我下成這樣 它是鹹的嘛 那我們要讓它用鹹鹹 但是我們又讓它要香味 這個時候用一點鹽曲下來 一大瓢給它下去 拌一拌這樣就可以了 對 這樣它一樣會脫水 它也會脫水 對 但是就不會鹹鹹 因為鹽曲裡面 有人說鹽曲就像這個 優酪乳一樣 對 是鹽巴界的優酪乳 對 它不是優酪乳 但是它是鹽巴界的優酪乳 因為是像天然發酵物 很棒 所以鹽曲 為什麼鹽曲好 因為這是日本人發明 真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它100種的酵素 還有天然活菌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 鹽界的優酪乳 而且它還有Ga-氨基酸 它有豐富的乳酸菌 可以幫助消化 可以幫助我們重整一些 什麼腸道的環境 最主要它裡面 因為它有分解蜜的蛋白質 變成維生素B群 所以它叫什麼 人體發動機 還有豐富的什麼 你知道嗎 維生素B1、B2、B6、葉酸等 這些B群 所以它就是吃的保養品 很棒耶 很棒的感覺 而且我們不能再這樣 超營養 因為吃而吃 對 像是因為講吃而要吃 對 而且還可以吃得健康 很健康 有時候人口少的時候 要吃得更營養 來吃吃看 好 來 我們這個真的是 料理的萬用魔法師 鹽曲 不管你要取代鹽巴 或者料理 可以讓它更開美肌更升級 就靠它囉 好 我們廣告回來 還有更多鹽曲的美味料理分享 來 吃吃看 這個小黃瓜好脆喔 滑溜滑溜 它絕對不會像以前吃小黃瓜 這樣燙燙有香味 對 小黃瓜那種香味 對 真的吃起來很好的 清爽 好好吃喔 滑溜滑溜 好吃好吃 這跟抓鹽巴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鹽曲到底是什麼 好東西啊 鹽曲它在日本家 我用調味料 那我直接把它叫做 直接叫它做食物的美鹽肌 先做出壞 鹽就變漂亮了 它本身就是有什麼 取代鹽 味精還有嫩精 它可以提升什麼 食材風味 還有增加的原味的口感 最主要它可以修飾食材銳腳 那就是切味對不對 切味啦 土味啦 或是不好的風味 最主要是它可以連結食材跟食材之間 譬如你先烏飯也好 炒飯也好 任何炒菜也好 加進去 它也可以把兩個味道混在一起 最主要是 它可以延長保存期間 所以像我們這個小黃瓜 你看其實剛剛我們剛剛休息10分鐘 吃起來一樣脆的 對啊 它不會生太多的水 因為它本身含氨量比較低 對 好吃 對 所以除了說可以這樣子抓小黃瓜 鹽曲還可以怎麼應用 鹽曲的話 也被取代鹽巴 也可以什麼 沾水果 沾水果 對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水果開始生冷 那比如說早上起來 我們體質會比較寒對不對 我就直接鹽曲沾什麼 沾水果 這樣吃呢 生津止渴 又可以幫助我們 綜合這個什麼 寒性 尤其剛剛吳老師說 這個鹽曲就是食物是不是 竹竹 你說食物的什麼 優酪乳 對 所以你要做任何食材裡面 放一瓢鹽曲 你就跟食材裡面 加優酪乳的概念 而且很不會 更加食材的那一種柔軟度 百搭 好 還有一個很好吃的 我們剛才這樣 一直廣告時間去吃的 這個金黃的麵餡 對 平常我在弄 好香喔 再拌的拌麵 有什麼就變什麼出來 對 醬油拌麵 對啊 吳老師 你不可以吃嗎 我可以吃 我跟你講 做的自己吃 香很好吃 而且你看這個麵冷掉 吃起來 在嘴巴有溫度的時候 醬油馬上就釋放這個味道出來了 對 而且因為醬油本身 它可以幫助你咀嚼之後 產生什麼 特殊味蕾香氣 對 你知道很多人 怕吃澱粉會 體重管理會失控對不對 是 加你醬油 你會什麼 它會讓你身體更暖和 所以你看喔 這醬油撈起來 它是什麼 金黃色的 是 老薑可以幫助你暖暖身子 對 薑黃呢 可以幫助你保健身體 所以這什麼 這叫吃的保養品 所以你滿滿挖起來 那個呢 黑色的那個是 老薑的薑 老薑末 有豐富的什麼 膳食纖維 是 所以你邊去爆香 不會燥熱不會上火 而且呢 什麼料理 就是什麼 薑薑好 是 先加什麼薑黃老薑 全素的人 就可以這樣吃了 喔 固食 集拌即食 佐料省食 算說不用去爆香 對 一瓶多用 你看他們炒菜 拌菜 拌麵 炒麵 炒麵 最主要是什麼 調味不用煩惱 取代什麼 所謂的爆香 繁索爆香 通常是 不加色素香料防腐劑 天然 這一定要的 好棒喔 對 天然最好 好 現在主廚的那一鍋飯 到底我們 一直飄過來 到底真的會成功嗎 炎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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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要拌飯 這邊 有成功嗎 真的 好香喔 真的 而且你注意看這個米喔 這個米的顏色 有沒有 金黃色的 真的 漂亮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芥菜 直接把它倒進來 芥菜就是掛材喔 掛材 那其實把它倒進來之後呢 你也不用再什麼開火了 因為它我們剛才一直在強調說 這個鍋子 我們如果出鍋子很好用 它蓄熱好 你現在是關火的對不對 它倒熱快 蓄熱能力的續航力非常強 如果出外去或者在家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鍋底 鍋子底 它把油瀝掉了耶 真的耶 油瀝掉之後 而且你看我們以前的 我們的芥菜還會黏鍋 對 我們這杯 它不會黏鍋 太完美了 不會黏鍋代表就是 好洗嘛 對 對 好 那飯把它拌好之後呢 如果今天如果你要宴客 像菜飯這個 這就是菜飯類的 餐具 鍋具局餐具 不用不要換鍋子對不對 不用換完 直接上桌 所以吳老師要幫吳老師 在鍋主廚 讓我們鑑定一下 是不是飯好吃 對 我想要吃一下 今天開始 再一次彈試一下 這根本就是五星級的料理 真的嗎 天啊 在家裡有辦法做出這種 星級料理 大家真的要學起來 我們是沒辦法把郭主廚帶回家 對 可是我們可以把料理學起來 在家自己做 試試看 太棒了 完全是香味十足 不好意思 而且你每一口都有薑 薑黃的這種香味 有 薑油的這種香氣 太好吃了 主廚 好過分喔 不能這麼過分 好吃 而且直接上桌又好看 真的 你又不用用飯吃 又在那天來天去 對 你在上桌 非常方便 好好吃 那又這道料理真的是 色香味俱全 色香味絕對俱全 還有一道叫做什麼 香辣雞腿 香辣雞腿 要教我們 還有耶 但是呢 我先表演一下好不好 好 我戴手套 我要拿什麼焗烤出來 有焗烤嗎 對 這是我們主廚剛做的 來你看 他可以進烤箱 等一下 所以 從烤箱出來 對 好 這鍋怎麼這麼用 還可以放在烤箱裡面烤 煮飯 我還省一個鍋子 很聰明 你看 做這個焗烤 焗烤 所以真的可以 烤意大利麵 烤蛋糕 烤鬆餅 烤馬來膏 你看 真的耶 烤披薩 好好吃喔 焗烤 因為它這個厚度不會很厚對不對 比較薄 所以它可以進任何烤箱 然後可以做派 可以做我們焗烤 好 我們的主廚的這個香辣雞腿 要怎麼來料理呢 好首先呢 我們一樣把雞腿放到我們的鍋子裡面 記得不要再放油喔 我們要從食物借油 如果健康的取向你懂得 一定少油 對 那少鹽 記得不要吃太高的鹽 要吃鹽 鹽 鹽鹽 而且我發現說 相信沒有煙耶 真的 完全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溫度大概多少 好 有人說這是不是已經 有當然溫度起來了 不然怎麼沒有煙 對 好我們測試一下 來 看一下 看一下 168度 哇 怎麼輕輕拆拆就 一下 168度等於烤箱已經可以烤 烤麵包 對 它不會爆 你看 我現在手機不會油噴到 很穩定 代表瘦樂均勻 180度可以炸東西了 真的很棒耶 然後 那繞狠下去 它就是把油 立到旁邊去 是 所以它不會卡油 你這樣不會卡油 你吃了什麼 身體也不會卡油 超棒的 這樣放下去 你不要碰它 它也不會炒乾 你看 油出來了 而且 油越來越多 油從旁邊流出去了 因為這個雞 雞腿它油比較多的時候 主廚就建議呢 就完全跟食物藉油 對 一點點油都鮮起來了 對 好 那也請吳老師呢 藉由主廚在烤的時間 來提醒大家 真的是一鍋 我太忘了 抵萬鍋了 對 所以它同時可以達到哪些料理的方式呢 它可以燒烤 比如說像雞腿啦 串燒啦 海鮮啦 或者是我們水果 麵包 吐司 都可以用燒烤的 它可以煎煮 像雞腿或牛排 既可以煎又可以煮 還有什麼魚也可以 蔬菜呢 你可以用烤的 用煎的 豆腐 因為它本身瘦的面積小 它不會破裂 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一些什麼 像烏龍麵啊 都可以 最主要是 它可以蒸 你要蒸海鮮也可以 蒸螃蟹也可以 蒸貝裂也可以 各式的肉類海鮮 OK 沒問題的 最主要它有深度可以做湯品 對 超好用的 對啊 真的是讓我們太驚訝了 太驚訝了 這對我們那種媽媽來講 真的是一大福音 來 吳老師 你要講什麼 真的 我只能做一個 我這個飯真的好吃 我要打包回去 我一定要打包回去 我一定要打包回去 那你看 這鍋飯不超會大 對 沒有 鍋巴的感覺就是 每個都很香 太誇張了 太神奇了 今天的美味真的每一道 都讓我們目瞪口呆 每一道都很吸引 好 真的要煮出健康的好料 就要好的調味料 是 那如果我們料理要省時省力 就要選擇好的鍋具 好的廚具 今天節目當中 謝謝來賓的分享 謝謝 趕快 每一道都要吃起來 你看一下那個鍋子裡面 我在等 太熱鬧了 這好吃的 好吃 讚